纳多斯林安华补选课题也在公正党内掀起不同派别领袖不咬旋风波 副主席蔡天强抨击拉斐兹擅自公布没有经过最高理事会的议决并不妥当 当事人反强 指安排安华国系事项的确只涉及几位和安华比较亲近的领袖 没有参与的人自然不了解 而他绝对不会擅自公布安华夫妇的事情 公正党党选竞争激烈 如今安华补选课题也成为各方人马互相攻击的课题 由于拉斐兹率先向媒体证实 公正党将在这个星期公布安华上阵的国会议席 引起另一名副主席蔡天强质疑 拉斐兹行为鬼祟 而且最高领导层也没有开会 全然不知情 面对蔡天强的指控 拉斐兹昨天正式回应强调 他是和安华 旺阿兹沙以及几位领导层商讨此事 主要都是安华的亲信 而这也是公正党传统做法 自己也绝对不会擅自宣布安华夫妇不同意的事 拉斐兹表明没有看过蔡天强回应 不过他也明白 蔡天强对于没有受邀参与商议感到不解 与此同时 拉斐兹也坦诚 党选确实出现一些金钱政治现象 毕竟在获得权力后 自然有人倾向滥权拉票 不过党主席已经下达警告制止歪风 至于妇女组主席 苏莱达则认为 在党选期间 领袖间那些争执和摩擦再正常不过 最终谁将成为新政领导班底 一切交由党员决定 组来达也强调 只要党选结束后 一切就会回归原状 新领界领导阵容将带领政党继续前进